再有短短的两个月 我们就迎来了2023年 对吧 很多人呢 在年底也不会想着买房子 而是呢 在总结这一年 自己赚了多少钱 今年呢 我们差在哪里 或者说呢 对新的一年 我们有一个规划 但是呢 很多人的住房需求 没有被满足 虽然我们讲 96%以上的城镇居民 都拥有住房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缺房子 我们中国缺房子吗 不缺房子 那为什么我们个人缺房子呢 因为大家都缺好地段的房子 房子虽然多 但是好地段的却很少 所以呢 现在买房子就成了一个技术活 如果你买的不对 那可能呢 就会出现被套牢的情况 又或者说呢 买了房子 房子呢 在不断的贬值 今年的整个楼市的行情 对于我们老百姓 是非常有利的 但是呢 我们老百姓 现在却变得谨慎冷静 持币观望 就是因为过去20年 房地产的高速发展 产生了畸形 让老百姓买房 失去了信心 好 今天我们来讲 2023年房价到底是涨还是会跌呢 因为就目前来看呢 房地产市场的交流量变少 那有可能延续到2023年 2023年可能房价呢 会一直下跌下去 好 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 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 那你分析一个房价的涨跌呢 我们就要综合多方面去讲 主要呢 要从三个方面来看 对吧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少子化和老龄化现象的出现 很多人说 这个现象的出现 就意味着我们未来房价一直会跌到谷底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点 我们的人口红利还没有完全消失 我们只关注房产 但是没有关注到生育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 生育已经完全放开 很多人还是愿意生的 只不过目前的高房价压的人喘不过气奶 你要问我们放开了 如果大家都不生 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所以整顿楼市与这个鼓励生育 是同时进行的 我们看到的问题 国家早都看见了 我们可能是站在个人的角度看 但是国家呢 却站在全面的层面去看 难道他不知道人口在减少吗 难道他不知道脑龄化很严重吗 难道他不知道养老金每一年都在亏空吗 其实都是知道的 但是这需要时间 我国有14亿人口 众口难调 只能够呢 在摸索当中前进 好了 那现在你看到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呢 少子化和脑龄化出现 我们的人口红利在消失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房住不少 坚持房住不少 就是为了打击高房价 不是说不让房子涨价 而是让房子在合理的范围内涨价 对吧 就像20年前你去买一个电视 可能呢会花上300块钱 当时你会觉得很贵 但是现在你买一个电视花3000 你不觉得贵 那就是因为这么多年 这个电视的涨价幅度 都在我们的承受范围之内 但房地产就不是这样 过去20年涨得太猛了 那么有了房住不少 其实就是在整顿房地产 你可以看到这三年 房价没怎么涨 对吧 回到了2019年的水平 那未来会不会继续往下降呢 我相信是有可能的 但是未来房价有没有可能涨呢 是有可能的 一是有通货膨胀 二是呢你要想到一点 当鼓励生育 当房价降下去的时候 生育又上来的时候 那么房子仍然是我们老百姓 最大的最安全的资产 可能呢还是会出现上涨 而且呢人口在不断的发生变化 人口向大城市流入 大城市的房价 还是不会出现下跌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经济会强势复苏 当前我们楼市遇到的问题 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这三年我们到底遇到了多少问题 其实很多很多 但最关键的是 这些问题全部都影响到 我们老百姓的收入 第一房价很高 很多人买了房子 掏空了一个家庭 还要背负着30年的房贷 即使每个月收入一万两万 但是房贷占了大头 没有多余的钱去消费 以前可以下饭店 但是现在只能够自己买菜 在家里面做 以前我们可以呢 花钱买各种各样的化妆品 但是现在我们可能两三年 都没有买过一件衣服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压力太大 我们支出的太多 我们收入相对稳定 第二 从19年开始有了疫情 疫情以后 那么很多人因此而改变 以前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当月光族 就是因为他知道 下个月我的收入和现在一样 我的收入稳定 我的工作稳定 我这种状态一直能够持续下去 所以我不怕把钱花光 因为这个月花光下个月就来了 可是现在你敢保证说这个话吗 在疫情发生之初 很多人是有积蓄的 很多人觉得无所谓 因为我有积蓄 我可以慢慢过 但是三年的时间 疫情把大家折磨的面目全非 很多人现在积蓄也快花光了 还有很多人呢 面临着失业 面临着破产 面临着高负债等等 所以呢 现在很多人都是不愿意花钱的 虽然提到了内循环 但是遇到了疫情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最近我知道呢 大家也听说过 有很多地方呢 已经取消了全员核酸 对吧 除了有必要的做核酸以外呢 慢慢的大家都不做核酸了 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 说明三年这个疫情呢 我们基本控制住了啊 未来呢 这个疫情可能就像大号感冒一样 那么我们平时呢 只需要多注重这个防范就可以了 从另外一个存面来讲呢 也就是我们的经济要复苏 对吧 你会明显感觉到 现在我们老百姓挣钱很难 对吧 各个行业竞争压力都大 大家都在想办法挣钱 可是呢 由于疫情的原因 大家呢 挣钱都非常缓慢啊 只有呢 人员能够大量的流动起来 经济才能够复苏 市场经济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消费 靠的是大家来拉动 可是现在如果大家全员禁止的话 怎么去增加收入 怎么去拉动经济呢 所以你会看到呢 从明年开始 这个经济会强势复苏 当经济强势复苏的时候 就会带来两个结果 第一 个人以及家庭的高负债 会得到缓解 对吧 然后我们挣钱收入多了 有余钱了 就可以呢 来消费了 那么届时楼市的 现在的高房价就不是问题了 再加上有房租不炒 对吧 房子你要再涨也涨不到哪去 所以呢 未来房价还是会处于一个缓慢的上涨过程 但是这个过程大家都能够接受 因为楼市目前遇到的困难啊 和我们现在疫情所遇到的困难 叠加在了一起 所以大家异常的艰难 你有没有设想过一个问题 假如2019年没有发生疫情 现在是不是很多人出手买房子会多一些 再加上遇到了2022年 这么利好的房产政策 我相信交易量一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第三个方面呢 我们就要看我们目前的政策刺激 我们说呢 房地产的平稳发展 离不开政策的支持 对吧 我们之前说到了二手房官方指导价 说到了给开发商三道红线 是吧 这些东西一出来 那直接让开发商蒙了 让这个炒房客蒙了 以前的深圳不就是个例子吗 很多人相信深圳的房价不会跌 所以呢 要搞什么 搞共有产权 什么是共有产权 100个人同时花钱买一套房子 然后因为房价有上涨的空间 涨价了以后呢 按照出资的比例来进行分钱 来赚这个钱 这也是属于炒房客 结果呢 直接爆雷了 那么这个事呢 可能有些人关注到了 那么你想一想啊 给了三道红线 对不对 开发商不再疯狂的拿地了吗 对吧 在整个22年呢 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个开发商的季度申报 对吧 他同时的销售额减少 他同时的这个拿地面积减少 同时呢 他的资金在减少 这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这个三道红线给了开发商一定的束缚 让开发商呢 降负债 有了二手房 官方指导价 就没有人乱炒房了吧 对不对 以前这个学区房是天价房啊 有的时候呢 一套房子被炒到20万 甚至30万美平方 那不就是赚刀百姓的血汗钱吗 可是现在没有了 在这两天呢 又出台了16条针对房地产的金融政策 那说到底呢 就是说大力的支持房地产健康平稳的发展 因为从2016年提出房租不少 经过五六年的时间 房地产已经被整顿的差不多了 开发商意识到了 不能再按照20年前的逻辑 疯狂的拿地疯狂的赚钱了 好了 现在收敛了 未来呢 就会整体的转型留下的就是有实力的开发商 炒房客呢 意识到这个房产呢 炒房的时代结束了 再炒房可能自己被套牢 有可能呢 把这十多年炒房的这个赚的钱呢 都吐出来 好 我不再炒房了 还有呢 未来房地产税会出现 拥有多套房的家庭呢 就觉得说 我现在有两三套房子已经够了 对吧 我的吃房成本很低 那我也不卖 我留给我自己的孩子 留给我的父母 我们自住也好 总之呢 我留住 我不卖 我也不买了 那么市场上留下的是什么 留下的是真正的刚需 所以你看到2022年 这个金融政策非常好 对吧 这个利率呢 连续四年降 那到2023年会不会降 我相信还是会的 因为如果你的成本够低的话 大家还是愿意买房子的 那么可以这么讲 明年呢 甚至比今年的房地产市场环境更好 因为整个2022年 大家看到了 对吧 交易量不高 但是楼市确实是有很多利好的 而且呢 房价被控制住了 所以呢 从整个2023年来讲呢 房价会处于一个缓慢上涨的阶段 因为今年或者是去年 或者是前年这三年被压抑的购房需求 又会被重新释放出来 但是不会再出现2017年和2018年那样大涨的局面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好